各位同学好 今天我们营养学的课程是要解释电解质的平衡 好,那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的课程哦 那我们的课程首先要介绍 控制人体电解质平衡的内分泌线 再来就是要说明电解质的相关小档案 包括溜溜球效应、酸酸中、铜酸中毒 血液透析 那我们的教学目标就是要认识并了解 控制人体电解质平衡的内分泌线 认识并了解电解质相关之小档案 有溜溜球效应、酮酸中毒、血液透析 汉液主要的电解质是钠跟陆离子 汉液中主要的电解质是钠跟陆离子 以及少量的钾跟钙 长时间的运动或者是在热天气下活动后 流失的汗水中的钠离子跟陆离子 就无法适时的调解体液跟温度的生理变化 仅能补充水分 恐不足以硬护电解质的流失 那有关于运动饮料是能迅速补充流失的电解质 因为加入高剂量的碳化氢可以减少血液的酸化作用 能够使得运动员的体能表现加分 运动饮料中可以补充水分 钠、钾、鹿等离子以及葡萄糖等 也可以迅速的补充流失的电解质 跟肌肉中所消耗的干糖 夏天出门在外 随时应该补充水分及电解质 免于脱水跟中暑的危险 那最好养成外出的时候 随时能够为自己准备一些水、果汁 以及运动饮料的习惯 因为在运动后每15分钟到半个小时 可以休息片刻并且补充水分是最好的 当严重缺水的时候 可以用一杯的饮水中添加0.5克的盐 因为呢 严重缺水的时候 添加这个饮了一杯 添加了0.5克的盐 除了运动流汗以后 或者是在护泻发烧的时候 也常用运动饮料来提供口服的葡萄糖 或者是电解质的液体 或者是稀释的运动饮料 它是可以补充体内蒸发的水分及电解质 一般的水果、果汁以及蔬菜 也是维生素、矿物质以及糖分的食物 因为这些水果、果汁以及蔬菜 是含有比较多的维生素跟矿物质 还有糖分的食物的 所以它是可以帮助运动 运动以后的体力恢复 以及维持电解质的平衡 例如西瓜、水梨以及哈密瓜等 那在人体控制人体平衡的内分泌线来讲 由于内分泌线也可以称为无管线 本身并没有输送的管来输送这些基数 那这些基数也称为是荷尔蒙 那这些是由一群特殊的细胞所组成的 它分泌的物质我们通称为基数 那它是跟那些油管线 或者是说外分泌线 像消化线、汗线等 具有输送管的一些线体是不同的 那这些内分泌线的形状跟功能呢 都不一样 比如说甲状线 里面分泌的甲状线素我们称为 这个甲状线素 也就是说甲状线分泌的基数 我们称为甲状线素 Telocin 那Telocin呢 它是位于喉部 那左右的两叶 两叶之间有狭长的 这个带状组织相连的 它能够调解全身细胞的代谢速率 也可以控制热能的代谢 好就是说这个甲状线素 它是可以调解全身的代谢速率 跟控制热能的代谢 那甲状线素呢 它在儿童期如果分泌不足的情况下 可能会引发所谓的发育迟缓 或者是智能不足 那在成年人呢 会引起代谢不正常 而且会有水肿的现象 那分泌过多的时候 那就会产生所谓的代谢升高 消耗体内的能量 会造成紧张 烦躁 易怒 以及高血压 这样的症状 常见于外表呢 就会眼睛突突的状况 手呢 会有发抖的样子 那副甲状线呢 它是分泌副甲状线素 那位于这个甲状线内 共有四粒像碗豆 这样小小的一个大小 能够调节体内钙离子的浓度 分泌不足的时候 血液中的钙的含量会减少 会引起肌肉组织的过度兴奋 导致痙攣的现象 严重的时候 会发生所谓的呼吸 呼吸道避晒而窒息 而导致死亡 但分泌过多的时候 那细胞利用钙的功能会加强 使得骨骼内的钙质 进入血液 容易造成骨骼的脆弱 或者是很容易造成骨折 或者是畸形的现象 那肾上线呢 是肾上线分泌肾脏线素 那肾上线皮脂可以分泌多种的激素 比如说皮脂素能够控制体内的眼泪 跟糖类的利用和平衡 肾上线水质是位于内部 可以调节血液循环跟糖类的代谢 并可以协助身体应付紧急的状况 那胰岛素呢 胰岛素它是在胰岛 胰岛线它是分泌胰岛素 胰岛的基数 分泌胰岛素 胰岛线它所分泌的基数 称为胰岛素 胰岛素 胰岛素跟真身糖素 胰岛线呢 它是位于胰岛内 可以控制体内的葡萄糖 跟其他有机物质的利用 主要呢 就是控制这些热能的代谢 那当胰岛素的这个机能失常的时候 这胰岛素的分泌就会不足 会引起所谓的糖尿病 患者血液内含有过量的葡萄糖 严重的时候呢 就会引发所谓的生命的危险 那脑垂 脑垂腺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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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腺 可以分泌多种基数 位于脑的下方 那其中呢 它所分泌的基数 甚至以可影响其他的内分泌 内分泌腺的机能 脑垂腺腺所分泌的甲状腺刺激素 可以促进甲状腺的发育 跟甲状腺素的分泌 那其他的激素 或者是能控制骨骼的生长 乳腺 卵巢 和睾丸的发育 能 或者是能够促进肾上腺皮脂的功能 那生殖腺 生殖腺包括了睾丸跟卵巢 那睾丸呢 除了产生精子之外 还可能呢 还可以分泌激素 就称为睾固酮 那它的作用呢 是在促进雄性的第二性针的一个表现 是男性的主要生殖器官 那动情素 Estrogen 就是在卵巢 可以产生卵 并且分泌动情素 以及助孕素 那动情素呢 是可以促进子宫内膜的增后 第二性针的表现 那至于助孕素 它是可以使得子宫内膜在卵受精后 继续增后 并刺激乳腺发育 来完成受乳以及胚胎发育的一个准备工作 是对于女性来讲 是很重要的一个女性生殖器官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溜溜球的效应 所谓的溜溜球的效应呢 就是在有些人呢 很容易现在减重负胖 然后又在减重又负胖的不断循返中 那这样叫溜溜球效应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有的人很辛苦的减肥 但是减肥效果总是不理想 或者是说有成功了一段时间 随后呢 又恢复往昔的肥胖 那这样子的一个溜溜球效应 比以前呢 更肥胖 而且更不容易减肥 那肥胖的人士 除了身体活动量 可能会变少 基础代谢率也会变低 生热的效应也会相对的较低 所以减肥的效应 成效就会受到影响 也就是说 当你减肥之后 你身体的活动量 可能就会变少 而且基础代谢率也就会降低 这时候你所需要的热能 就应该要变少 所以这时候 如果你还维持原来的食量的话 那么就会更快的变胖 因为你的基础代谢率已经变低了 而且你的活动量 可能因为肥胖的 因为你已经减肥了 所以呢 你所需要耗损的能量 就事实上就会跟着你的体重的活动量 活动量各方面就会降低 但是你的饮食的热量不够 还是继续的维持以前的量的时候 那么就更容易负胖了 所以呢 这个叫做溜溜球的效应 好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有氧运动 所谓的有氧运动 就是包括快走 慢跑 骑脚踏车跟游泳 这些是非常适合减肥的运动的 最重要的是能够持之以恒 达到该有的运动量 那运动并不限定在建设坊 或者是运动场 其实在家中 或者是附近的公园里 都是一个很理想的运动场所 那运动的时候 在家中 可以利用简单的立定方式 或者是立定方式的那种脚踏车 或者是慢跑机 或者是原地踏步 都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那或者是进行脚踏车 或者是慢跑 或者是你在公园路边进行快走 运动的时候 只要依照333原则 就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也就是说每周运动三次 每次30分钟以上 心跳能够达到130下 就应该不亚于上健身房 而且也能够达到减肥的效果 年轻人呢 就应该要增加每天45分钟以上的运动 也就是说一般的成年人 30分钟就可以了 但是对于青少年或是年轻人呢 每天最好15分钟的运动 心跳呢 也应该要略略的增高才行 而不是每个人都是以130下 应该来说 严格的来说 就是这个心跳呢 是要看个人的身体状态 比如说他是年轻人 他的心跳就要更高一点 更多一点 那他是年老的 那他的心跳呢 就是可以减少一点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铜酸中毒 那铜酸中毒的症状 就是在极度口渴尿多 或是尿中出现同体 那虚弱而且无力 甚至于有恶心呕吐 腹部不适呼吸急促 或者是呼吸困难 呼吸快而有深沉的那种水果味道 有嗜碎脱水的症状 那当体内的电解值不平衡的时候 使用过量的胰岛素 会使得血糖过低 血脚过低 或者是说脂肪分解的代谢不完全 都是一个铜酸中毒的一个现象 这时候有这种症状 就应该立即送医院去治疗 那铜酸中毒 它处理的方式 就是要躺下来 做保暖 以及多摄取水分 急救 赶快急救送医院治疗 那一般呢 血清铜体的反应 会有成阳性 PH呢 会小于7.35的状态 这个就是铜酸中毒的现象 那在血清重碳酸炎的浓度呢 也会低于20个 就是豪荡量 就是豪荡量会呢 低于20 那原则上 在做矫正的脱水状态 维持体内电解值的平衡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适当的胰岛素 避免血糖过低 或者是说血甲过低 同时治疗诱化因素 以及并发的疾病 那铜酸中毒的治疗原则 在铜酸中毒的时候 患者体内平均的液体 可能缺损约5公升以上的时候 就应该迅速地补充它损失的液体 应该做矫正 高血糖 以及这个铜酸中毒 增加了血管中的一个 液体的一个容积 可以改善肾脏的一个功能 也可以减少硬护紧急状况激素的一个分泌 那口渴了就应该鼓励多喝水 并非病人的血清钠要高于150毫克当量的时候 才使用0.45%的食盐水 否则就应该用0.9%的生理食盐水来补充 在6到8小时内补充到3到5公升的水分 那能够由这个口渴多喝水 来鼓励多喝水 并且观察有没有呕吐的现象 作为是否应该进食的一个参考 那铜酸中毒的预防方法 在糖尿病呢 是很容易有铜酸中毒的这样的一个并发症 所以呢 在糖尿病患者而言 对于铜酸中毒的预防方法 就是如果有恶心呕吐或者高烧 或者是尿中有铜体的时候 不可以任意停药 就是停止胰岛素啊这些的使用 平时呢就应该注意血糖的控制跟尿酮的一个监测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血液透析 血液透析叫 Hemodialysis Hemodialysis就是血液透析 也就是洗肾 那患有尿毒症的病人 或者是肾脏功能变差 或者是有上司的一个功能有上司的一个人呢 他就没有办法将体内的代谢 这个含氮废物的代谢物呢 产生的这些废物 以及水分排出体外 所以呢 就必须要用洗肾的方法 将尿毒的尿毒素 以及水分排出体外 那来减轻尿毒症的一个症状 那血液透析的主角 就是要利用这个人工肾脏器 利用这个人工人造的一个半透膜 做成的风套 或者是微小空心的一个纤维 通常是由6000到15000多根的 这个微小空心纤维 所制成的这个人工肾脏 那血液透析的时候呢 就是要注意 在长期血液透析的患者 应该预先接受动静脉的搂管素 利用手术 利用手术的方法 将手背上的一个动脉跟静脉呢 连接在一起 就是外接一个 外接一个套环式的一个像血管一样 把它们连接在一起 一般就动脉跟静脉之间 都应该会有一个微血管啊 的一个连接 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就是用人工的方法 就是套了一个外接的一个血管 那这个血管呢 在做每次的透析的时候呢 这个动静脉的搂管打上两支针 那这两支针呢 一支针是将将来是血液要引流出来的 经过了人工肾脏器进行血液透析以后呢 另一支针呢 就是将洗过的血液 再流回 流回我们身体的体内 所以呢就是血液经由人工肾脏器的 这种透析 将经过这样不断的循环透析 就是大约要四到五个小时 来完成一次血液的透析 那血液的透析呢 就是利用这样扩散原理 将这个尿液中的一些尿毒素 透析在那个透析液里面 那血液引流出来之后 就是流经这些 流经的进入了这些微小的空心管内的内层 那这个内层呢 由上往下流过以后 透析液流过空心管的外层 那这个透析液呢 是由下往上流 由下往上流过 这个时候血液跟透析液是以相反的方向流过 经由这样的方式呢 进行扩散原理 使得血液中的电解值的 这个互相的做一个交换 也就是说利用这个扩散原理 可以清除尿毒素 而且利用这个静脉压跟负脉压 可以将体内多余的水分排出 达成了血液透析的目的 这就是人工血液透析的一个过程 那所谓的急性肾衰竭 急性肾衰竭 像血液中的甲离子过高了 严重的水肿 或者是尿毒症状 也就是血液中的BUN值 Blooduleal Nitrogen 它大于这个100毫克的时候 这样子 以上呢 就会有一种慢性衰竭啦 或者是顽固性的水肿啦 或者是急性的药物中毒等等 体内的代谢异常 血液中的尿酸过高 血盖过高 这些都应该进行所谓的血液透析 另外还有一种 就是像那个农药中毒啊 已经没有办法吹吐的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用这种附膜透析的方式 把血液中的毒素 利用这个血液透析的原理 把血液中的毒素透析出来 那血液透析呢 移除了蛋白质代谢的产物 就是说血液透析能够将这个血液中 含有的蛋白质代谢产物 像这个血液中的尿毒素BUN 还有基酸肝 Cretini以及尿酸 还有这个血液透析 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维持血中的电解质 在安全的一个浓度内 那一般呢 我们是依据身体的生化检验报告 来调整饮食 血液透析的时候 常常会发生所谓的血压下降 或者是血压上升 血液中的电解质不平衡的 这个症候群的症状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有另外一台机器 在旁边事后者 就是要监控血液中的一些生化值 或者是说电解质的不平衡的现象 这时候这个机器呢 就会有along 就会有叫声出来 就让那个护理人员来调整流速啊 或者是调整温度等等 所以呢 血液透析的患者 也应该自己控制自己 因为血液透析的患者 身体的生化检验报告 每周的血液透析的次数 都必须要依据这些生化检验报告 还有每周的血液透析的次数 来做调整饮食 最好不要超过体重呢 就是每次透析完之后 就每次血液透析完之后 要回来再进行透析 这中间呢 最好不要超过两到三公斤 以免造成在洗肾的过程中 会发生有不舒服的症状 因为要去除的水分越多 或者是一些电子值 差异越大的时候 就很容易造成所谓的头昏头 高血压 或者是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那血液透析的时候呢 进行评估的时候呢 都应该要着以控制饮食 其中呢 蛋白质跟这个电解质的量 是最主要控制的项目 尤其是钠的含量跟钾的含量 是我们在做血液透析的时候 要控制的一个最重要项目 那蛋白质呢 就应该要选择优质的蛋白质 而且要控制它的量在小于60克 每天小于60克的这样的摄取量 才是最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立体 好 立体一 何谓血液透析 血液透析就是所谓 我们可以借由人工肾脏 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利用这个人工纤维的一个管束 将人体的血液经由这个人工肾脏 用扩散的原理的方法 将这个身体的血液中的尿毒素 或者是过多的钠或者是钾离子 经由这样的血液透析 经过了这个人工肾脏以后呢 透析出来这个渗透的这个扩散原理 将过多的或者是血液中的毒素呢 就将血液透析的方法 用半透膜 半透膜的纤维状的一个管束 把它用这个渗透液 就是透析液 利用透析液这样做自换的原理 使得血液呢 回归到它的一个平衡 就是让它能够维持 电解质的平衡 或者是水分的平衡 这些就叫做血液透析 那在医院呢 就是我们可以称为 就是人工肾脏的血液透析治疗 那例题二 汗液中主要的电解质有哪些 就像钠、铭、钾、钾 这些都是汗液中重要的一些电解质 还有陆离子也是 那甲状腺分泌的激素 甲状腺素有哪些功能呢 这个甲状腺素主要控制我们身体的热量的一些代谢 也就是说我们人体热量的代谢 它会使得我们身体的基础代谢率会提高 它会升高这个人体的一个 就是甲状 这主要就是甲状腺素的一个功能 就是热量的一个代谢 促进热量的代谢 那所谓的何谓溜溜球效应 那所谓的溜溜球效应指的就是说 在减肥的过程中 很容易体重减肥了以后 减重了以后又负胖 然后又接着又再继续节食减肥 然后又负胖 那这样的就叫做溜溜球效应 会造成这样的溜溜球效应 就是因为减肥以后身体的体脂肪变多 所以它身体的一个身体的一个 就是体脂肪变多了以后 基础代谢率就会降低 基础代谢率降低了以后 它的活动就是活动力降低 整个热能的需求就会降低 这个时候如果饮食的总热量数 没有降低的话 就很容易又恢复回去体重的 这个负胖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就称为溜溜球效应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总结跟回顾 因为我们以上的课程已经介绍 控制人体电解值平衡的一些内分泌线 以及那些荷尔蒙 那我们就在本课程呢 都了解了控制人体电解值平衡的一些内分泌线素 还有以电解值相关的一些小档案 像溜溜球效应 还有铜酸中毒 还有血液透析 这些因为这些小档案呢 都相关于我们人体电解值 还有水分能量的一个相关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现象 那这些现象呢 就是包括了溜溜球效应 铜酸中毒 还有血液透析 那一般来讲就是溜溜球效应 会常见在减肥的病人 常有的一个溜溜球效应 那铜酸中毒呢 就是糖尿病患者 很常见的一个并发症 那血液透析呢 就是尿毒症的患者 他们所做的一些血液透析的一种治疗 尿毒症患者最常做的一种治疗 那以上这个都是本单元 所介绍的一个内容 我们要在这边做一个总结跟回顾咯 好 那我们在此打住 谢谢 再见